來看高雄有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上禮拜晚上騎兜牌 經過林務区的重進路 到安徒去街口讓一台叫車撞到 車上來的人撞到人就走 收海車到上很嚴重 人就在家給北方 這個撞到人的家屬早晚 已經主動去警察和主秀 也發現說讓路跑裡面有兩位是失戀的一天 禮拜晚上六點鐘 沈飾叫車塞進近 在路口撞到一台歐洲 另外一個角度 不然是去撞到這台車 撞到旁邊的人家屬才停下來 家庭的人是開始下車 這個路口家上輸去 有六個人 所以都沒有人報警察 一天人就這樣 先到來離開 讓家屬吃不完 因為撞一個很大力 這二十歲騎兜牌民眾是擋上 人還在家給北方 旁邊因為受傷嚴重 已經掛掉了 至少就把他擋住嘛 圍住嘛 不要再讓他可能有二次傷害 或什麼 那今天是 那條路真的 車子比較少 那如果車子多呢 家屬透過在地民窄小團 特急兵 警方對著後 發現車上有九路名 一天 剛才塞車四百十百 人有合法紀錄 看一看 最沒有有兩名是 倒走一天 其他人的身份 還要調查 如果這位書記 在日到晚上已經煮熟了 河南建南桃發網 遂於昨日十八時許 前往嘉義專情隊投案 你一個外籍 他說來 他發生事情 他做他走 政府抓到 你最早拍攝 跟官員或是說 把錢送回國 家屬 求償我們 家屬透過警方 慘望一位協助 找到這位 撞到人的嚴寬 不過民意代表也說 這都照一天 如果發生 律師的案件 可能害羞害者 投不背上 政府應改中心 記者綜合報道